重年男子騎車返家 開門帶著女兒 匆匆忙忙要離開 一到門口 兩名便衣刑警立刻衝出來 拔槍鶴令不准動 男子雙手舉高 刑警腳一勾 把男子壓制在地上 他的女兒則是在一旁 不停摸著安全帽 不知所措 原來男子就是犯家 2016年12月30號 嘉義民雄土地公廟 槍擊案嫌犯 因為600元工資 跟公投爆發口角 返家後拿槍泄奮開了兩槍 公投心臟重彈命危 逃亡三天後 返家遭到警方埋伏逮捕 蔡犬女被害人 因為細顧就是 因為工資大約是600塊的工資 之前他們就已經 有發生多次的口角 嫌犯逃亡期間 家裡留下30多歲 身心障礙的女兒 和小黑狗相依為命 警方幫忙安置住處被拒絕 於是幫嫌犯照顧女兒 並且供應三餐埋伏 果然嫌犯打算返家 再女兒一走了之遭到逮捕 逮捕之後 他也是向警方坦誠說 他非常的後悔 尤其是知道警方到三餐 再送餐給他那個 學習障礙的女兒 這樣子來照顧他女兒 也非常的感激 嫌犯感謝警察三天 代為照顧女兒 警方證詢後 把嫌犯依照殺人 畏遂罪移送法辦 並且擴大追查 槍斥來源 記者後果恩嘉義報導 十二月二十八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讓愛飛揚 我一直沒有再加進去 我再寫 我以為